这位同学我换一只卤牛 但是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这只牛事实上是没有这个纹理的 我老师操作一下 好 我直接遥控一下 我发现竟然你们不知道怎么举手 你们不会举手 不是这种举手好不好 这个我怎么可能说你不会 我是说电脑上要会按举手 你们右下角这里 在这边 不是有一个我们广播的图吗 这里有没有看到举手 这样了解了吗 你要举手 这样老师才知道你是哪一个 好像他这一只 有没有 他本来这里是没有这个纹路的 就是叫进来的时候是没有纹路的 在这里插入的时候 他没有对到 那我就请他到这边 你可以帮我操作一下吗 这里 你可以动哦 你不行哦 我看一下 先看共用来的 好 共用 好 你现在可以了 对你回到上面那一层 你的那个在上一层 在上一层 好 你的是那个妹妹那一个 EIP 有没有最下面那一个 你把它丢进来 对对你把它丢进来 往上一丢 对 有没有发现丢进来之后没有 这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有时候我要找 就没有办法找到刚好的 好 现在换我操作一下咯 来这里 现在继续 下一步 好 继续 不想理我 好吧 那你操作 好 下一步 好 那这支牛有没有很大 1220公分 巨大鲁牛 好 没关系 先让他进来 好 完成 有没有巨大鲁牛进来了 各位知道他刚刚看到的样子了吧 那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刚刚讲是可以把它解压说 所以你来麻烦你帮我回到下载那种 对 他把他解压说之后上面有没有一个资料 叫妹妹 点进去 那外面这一张是完成档 好 他把他的缩组有没有放在里面 就这些材质啊 你看 中间圆圆那个是什么 蜜蛛 嘿 嘿 然后这只乳牛的皮在哪里 哈 有没有乳牛皮在这里 所以我就请他来这边来 请你帮我 痘痘两下 把牛痘痘两下 好 找到那个材质 对 那这个牛刚好 就是skin那一个 对 对下 有没有就是这里 但是重点是你要知道刚刚这只乳牛多大只 好 所以你可以到纹理那边 去 插入去找到刚刚外面的那一张图档 哎 对 把它丢进去就好 对 所以你知道一切都一片了 那你了解吗 有没有感觉 这个只是你拿来做包装设计 只会包装的是牛 不是产品 好 那宽度是不是就设成 1220.4 高度你就不用改 因为那是等比例的 好 就是改一个 好 完成 确定 有没有感觉有牛回来的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啊 其他位置你需要的 你就可以再改一下 这样会不会了 好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没有案例可以介绍 现在有一个真实案例 这样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OK OK